被告人曹正昂犯故意散罪 喊出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是因为这个二生判决 对你的死刑是维持 然后被署刑改判成是死患 这是1999年 死刑犯曹正昂临刑前的真实影像 他的亲属万念俱灰的 来见他最后一面 曹正昂情绪激动的边大声哭泣 边喊妈妈 而他的大哥此事则非常冷静 告诫他现在哭纯粹是浪费时间 挂解时间交代正事 不过曹正昂情绪上头 只想和亲人好好告别 因而挨个亲吻家人的脸颊 随后曹正昂告诫子女 遵守法律好好读书 短暂的相聚并不能抚慰哀痛 此后便是永久的分别 而曹正昂的前妻 特地前来想尽没有依靠的孩子们一起生活 无奈 小女儿因为与母亲长久分别 再加上别人的闲言碎语 对自己的母亲十分疏理 在女警的开导下 小女儿才理解了母亲 最可怜的莫过于死者的老母亲 原来他的儿子因为不能生育 所以找了曹正昂借种 而他的儿媳竟然火同曹正昂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曹正昂行行前一天 老母亲带着孙儿来到儿子的坟前 痛哭流涕 身旁的孩童正是两个凶手的孩子 而此时老母亲却不得不抚养他 这真的是人间悲剧 这也是人间悲剧